你 爸 要不你把我滚起来呢 爸妈 爸妈 我要去找成坤 我错了 爸妈 你开门 你开门 爸 你开门 爸 你还有完美吗 爸妈 爸 别哭了 行吗 我找成坤 那我快把门给打开 你找成坤去吧 行吗 跟他遭罪去 小南 你把门打开 你让他走 让他找成坤 让他找 跟他遭罪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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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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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样 您跟妈在这儿去休息 照顾我什么 明天看看他什么情况 然后咱们再想 下一度怎么办 明天去出版社 给他请了长假 不要让他上班了 有病看病 自己的女儿和自己照顾 行 行了 你们休息吧 那行吧 那休息得了吗 爸 你 我知道 那应该要等你 再好好地 跟他有什么事 套路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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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喝酒了呀 你的心脏不好不能喝酒 你不知道啊 心里难受啊 孟盛啊 你是没看到苏娜那痛苦的样子 死心裂肺啊 看得都心疼 成婚服了她 我现在是恨不得立马飞到美国去 把她救回来 看看她自己造的孽 这孩子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是 以前嘛 我们家和苏家 无论闹成什么样子 我在苏茂叔面前 始终是奔心无愧的 可是为了成婚 今天我是抬不起头 就跟你说别去 去了就会受委屈的 儿女是什么呀 儿女是债 债欠下来就得还了 孟强 咱们得面对现实 后天就是你的六十大寿 怎么办啊 还过不过 秦姐都已经发了 要是不过的话 我挨家挨户去通知 六十大寿 本来想好好庆贺一下 现在这么一闹 真没有心思了 不过就算了 干吗不过 赵过不 这叫苦衷作乐 你越是低沉 越是需要热闹 你自己都泄气了 人家怎么给你补劲啊 对吧 对了 秦姐让你通知了没有 把她也请来了 陈坤的事情 赵地肯定跟她爸说了 她爸来了 那不是又多一个人 笑好我们呢 陈坤的事先放一放 陈爷这两天 为她地理灭火 她自己家后院 火苗子穿得牢高 怎么了 差点打 离婚 离婚 这么严重啊 那现在和好了没有啊 难说 所以咱们 这次机会 把她和赵地说和说和 也算是我们为陈也出把力 好好好 好的 嗯 咱们 赵地 赵地 抄地 你听我说吧 我不停 你 你把门开开 我说一句我就走行吗 你先开开门啊 赵弟 赵 赵弟 滚 赵弟 赵 赵弟 快 不是 赵弟 你听我解释啊 解释什么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那天除了那个芭比娃娃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我喜欢漂亮的衣服 喜欢化妆品 喜欢过轻轻松松 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我不会因为想过这样的生活 就出卖自己 我信 你说什么我都信 我 我那天是昏了头 说了那些混账的话 辜负了你还辜负了爸 说完了吗 说完了 走吧 赵弟 我问你 你真的不想跟我过了吗 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 可是我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求你 明天是我爸六十大寿 他不知道我们两个 闹成这个样子 他说什么都想请你和爸回去 去 我是不会去的 我爸爸更不会去 赵弟 我们家最近烦心事挺多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 咱俩闹离婚的话 我怕我爸会受不了 你别看他现在乐呵呵的 他心里很难受的 这次他半生日也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我们全家人 让大家不要愁眉苦脸 那要打起精神来 所以赵弟 你不为了我 你就当为了我爸行吗 你 你不用马上回答我 我去在外面等你 等你想好了 你 你出来告诉我一声 这不是有才家的姑爷吗 这大清早的练的什么功啊 这头发都湿了 你 这儿 嫩嫩 你真的要离婚 爸 你也看见了 我这日子过得 一个失望接着一个失望 咬得紧着呢 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机会我也给陈也了 是他自己抓不住 你不会是对那个甲方舟 真的动了心吧 甲方舟有什么不好吗 爸爸这一辈子啊 一直跟尺子和布料打交道 天天拿尺 丈量人 计算分次 丈夫 丈夫 一丈之内就是富 你知道这个一丈的距离吧 差不多就是我这个位置 到对面墙不到的距离 这个一丈啊 看得见摸得着 甲方舟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我说得好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他不在你的一丈之内 你那意思我明白 我和甲方舟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我们俩确实不合适 但是 一丈之内未必只有陈也这么一个选择吧 我不想再这么凑合着过日子了 夫妻指导说起来也是纸上谈兵的 人家都说婚姻就像是邪 邪 邪合不合适 只有脚知道 你要是真的铁了心要离呢 我也不劝你 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婚姻不但是选邪的学问 还有穿鞋的学问 鞋子进了沙子以后 怎么把它倒出来的学问 要是把鞋买回来了 一不合脚就扔你 那不是过日子 我想好了 我去给你爸爸过生日 太好了 那什么 那到时候 到时候 过晚了生日 我们两个就去办理婚手去 好吧 放吧 啊 窗户安好了 好了 这样做会不会试得其反 刺激到小娜呀 那也总比他往外跑得强 我看他这两天又不安分了 回头把门锁也给他换了 钥匙不给他 你别动 你看你啊 眉尾下垂 眉粗压木 鼻梁低矮 还有点糊涂鼻 像你这种面相的人啊 在家里一般是喝东湿吼阴盛阳帅 总之就是一句话 怕老婆 对不对 曹哥怕老婆都知道 你能有点新鲜的吗 事实胜于雄辩 这更能说明我这不舒准了 鬼蛋 那我这面相就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那能怎么办 我还整什么样 命在天定 运在人为 你改变不了命 但你可以运命了 来来来 让我来看看有什么破Parce 我们要去冲车兴风 瓜皮 你小子干吗搞起这个封建迷信了 师傅 这可是老祖müş留下的心血经验 有心则灵 我也帮你看看 等等不必了啊 我知道我命惨 就不老你再告诉我一遍了 靠边 帮我看看 程哥 您也要转去啊 别废话 你看看我这张脸 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画画 五官不错 骨相也不错 唯独吧 唯独什么 唯独你眼睛底下这颗痣 你看啊 这本书上写啊 你这颗痣叫哭痣 从面向学说 这个站在夫妻宫 它影响夫妻的感情 哭是你今生的爱 痛是你来生的情 反正就是个倒霉痣 把你的运动给打了 没错 我这两天我就在琢磨啊 我跟我弟弟同样是 一个娘那里出来的 为什么我们的命 差了十万八千里 原因就在这颗痣上 我有这颗痣 所以我运气差 差到滔滔香水一泄千里 他没这颗痣 他运气就好 好到虎落平阳 都有贵人相助 对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 诚哥 没事 没事啊 不是 华兵 你快帮我看看 我可以怎么样转 转这个运 好 转 转运很简单啊 点滞 点滞 医生 医生 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 我点这书来改变命运的 你千万别给我点歪了 把我毁了 就一小手 我紧张啥 一会儿就好啊 眼睛过来一点 放松 放松 注意好啊 破松 破松 牛肉 牛肉 鸡肉